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這是在訂單裡面 那我們看看喔 如果說同樣道理 我今天我們有一個叫請購 請購在哪裡 看到沒有 請購單在哪 採購系統裡面有沒有請購單建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好 好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請購單 將來呢 會有一個採購單 我可以怎麼做 可以直接做訂單 我不需要包加單 如果你原來有按照程序的話 你可以把資料整個帶進來 如果臨時馬上說 我就直接給你下訂單 當然你不用包加單 就是原來客戶很熟悉的 然後這個價格都是固定的 我直接可以做訂單 同樣道理 我今天公司直接可以做請購單 也可以直接做採購單 不需要做任何的前置作業 請購單 請購單 我要做的時候有前置單 請購單 請購單 好 那我在做的時候呢 注意喔 看這邊 看這邊 這上禮拜講的 請購單 直接在這裡新增 然後呢請購的單別 一定是配銷的請購單 然後注意喔 注意喔 注意喔 我們這裡喔 我們請購單的情況之下 你看 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做 來看一下 在這裡 參考單別 參考單號 這裡面有沒有 好 好 可是呢 如果你要真正要去做請購單的時候 我可以跟同學講 另外一種方法 這個方 現在你看到的是 直接在這裡可以加品號 就是我剛剛說的 不管任何一個單據 可以直接在上面進行 那我也可以怎麼做呢 前置這個單據是前面複製過來 然後請購跟採購 我可以用什麼呢 可以用這邊的方式來做 這個都叫做什麼呢 在批次 批次喔 注意喔 是批次喔 前面是前置單據 這裡是批次 批次裡面呢 有訂單 轉 請購單 也有一個 另外一個叫什麼呢 訂單 同樣的 可以轉什麼 採購單 這裡是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我要講清楚 所以你只要不一樣抓住 程序都是完全是按照原來它設計的程序 到這裡為止 訂單請購單以前呢 請購單以前呢 這裡的訂單跟報價單跟合約訂單 都是用前置 叫做前置單據的方式 直接抓 可是 請購跟採購 如果你要用前面的單 的資料的話呢 是用批次的 批次是patch 是一種 告訴它一個路徑 它找路徑過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訂單轉請購單 訂單轉採購單 訂單轉採購單 我們先看請購單 來看一下我們的內容 在這裡 批次 注意喔 是訂單喔 訂單系統 因為你要訂單批次過去喔 所以訂單的批次作業有兩個 一個叫做訂單轉請購單複製作業 一個叫訂單轉採購單複製作業 我們先看請購單的部分喔 在你們的課本 五至三十四頁看一下喔 怎麼做法 很簡單 我們一定要選一個場別 假設是製造一場 然後呢 製造一場之後 這有一個單別 單別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配銷的部分 要找配銷的部分喔 好 這裡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呢 是選擇訂單單號 接下來呢 假設我用寶島 上禮拜考試的寶島 然後呢 確定 之後他會把你的訂單放到這裡面來 放進來以後呢 當然你也可以一次做好幾個 譬如說區間 區間這裡面有 從哪一個公司到哪一個公司 然後呢 這裡面有幾個要注意的喔 也可以用日期來選 當然你也可以看這裡 譬如說我要不要指定廠章 如果要指定 我現在是不指定喔 原來的品號在哪就在哪 如果要指定 我可以選擇指定 它就會出現另外一個 要你選擇的哪一個廠家 你就選哪一個廠家 譬如說我要在這個 哪一個超越公司去選也可以 當然我也可以不用啊 我用原來品號就可以原來品號的 你要注意它有幾種 考試的話問你說 如果你選擇廠家有幾種 包括品號 包括指定 包括訂單採購的廠商 這幾種 好接下來呢 這裡有選擇需求的日 計算日的方法 你只要選好以後呢 它會自動去做 做轉換 你可以依據訂單預交日 減幾天 或者說 依據原來在品號裡面 有一個前置簽數 前置簽數來推算 你也可以選它 當然你也可以選它 那請購人員一定要給 譬如說 張明達是請購人員 這個第一個部分 基本是要選好以後 再看進階 進階通常 我們這個如果是 選擇單身品號 我們的單身裡面的品號 這是採購件 我就把採購件選好 如果說這個訂單配 這個選配的品號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 就通通不選它 如果你已經做了一次 已經拋轉過了 讓它重複產生 你就選這個 它就會重複產生 如果你沒勾這個 你做過一次 它就不會再出來了 這樣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做過沒有 我試試看 好這樣 系統部分一樣 系統就是你要做這個顯示 BB Call 通知等等 這個我們就不用再去處理 好完了以後呢 按確認 注意喔 這個時候確認 就已經把資料 通通送到 我們的所謂的 那個 這裡喔 就是送到這邊來了 它登錄成為這個號碼 記得 這是 做好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找它 一定要在這裡 助列工作 剛剛我們已經到助列工作 我們進來以後 好這裡又要注意到的事項喔 我們之前在做 只要進入助列工作 控制台的時候呢 是在報表 因為它是報表 對不對 今天記得我剛剛怎麼來的 從這裡批次來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批次 如果你不選批次 剛剛的東西都不在這裡 你選批次 他就說 好 批次裡面呢 已完成 而且是這個 對不對 剛剛做的 2012 00004 10 然後我們選他 你要注意喔 你選他的時候 你同時可以注意到這裡 這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喔 如果說 這裡沒有產生 我把它放小一點 這裡沒有產生這個 C311 多少多少 這是單別 這是單號 這是單別 這是單別 這是單號 如果沒有產生這個 代表沒有完成喔 完成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完成以後呢 我們就必須要 回到哪裡 同學 現在是已經轉 轉成什麼了 是不是轉好請購單了 對不對 轉好請購單 那你必須要去查看看 請購單建立作業 請購單在哪 請購單會在採購裡面 來 我們看一下 會有一個請購單建立作業 看到這裡喔 你點它 你點它 查詢 剛剛我做的 看有沒有 這個 對不對 好 這就是剛剛我已經轉了喔 所以我的 我是由訂單轉到請購單 然後不要忘記一件事 必須要怎樣 最後一個 這個 一定要確認 對不對 確認完以後呢 表示說 出現一個核 表示我已經轉成請購單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呢 你們可以把 原來的考試那一題做 也可以在哪裡做呢 看一下你們的課本的 第幾題 有一個例題 五至三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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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好 那這裡面 同時你可以檢視一下這後面的東西 後面這個單身裡面會有一些內容 你可以看一下 單身未結案 結案嘛 未結案 因為它只有請購而已 還沒有真正的採購嘛 所以沒有結案 它的單據來源 只有單據來源 參考單別 參考單號 參考序號 這個通通都有 資料都有 沒有不需要尋價等等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內容 就算一個完成 好 到現在為止喔 我們先做這一個部分 您做練習 等一下 我會跟你轉 用請購單轉採購單 好不好 好 我把它緩解你們 你們開始先做一個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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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